哈囉大家好我是喬霸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IKEA CP10最高的鞋櫃 那這IKEA鞋櫃的話它就是長這樣 它只有白色的這個顏色 所以它可以放蠻多雙鞋子 我們是在嘉義的IKEA門 嘉義現在有IKEA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就是要訂貨的話我可以直接去嘉義市取貨就好 然後今天剛好又是颱風天 所以我們剛好有時間可以來組裝這個 IKEA的東西就是真的要自己DIY組裝 IKEA的家具真的為什麼要便宜 就是因為他們把組裝的工錢省下來給使用 像這個的話它差不多兩千出頭塊 所以是還蠻便宜的 可是它還蠻大一個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開始來組裝吧 那我們出發啦 go go 非常大的一組 等一下把它打開 就是這樣 好了 等一下就是縮死攝影了 這有說明書 它就是這樣 說明書 叫你準備這些工具 好我們現在找到零件包 這個就是它的零件包 然後把它打開 哇螺絲超多的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組裝一下 就是需要這個三個這個三個 所以要把它鎖起來 然後它這邊的話就是要兩個這個對齊 所以我這邊一定要對齊 就是要跟它一模模一樣 所以我先把它 現在我的板子是顛倒的 現在我的板子是顛倒的 所以我就是要把板子先把它 換過來 我們先把板子換過來好了 所以我們先把木酸跟螺絲 先把它酸進去好了 然後它就是說你旁邊這個都是要有這個木酸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木酸跟螺絲 先把它酸進去好了 好現在就是已經打開它的修理包 然後它這裡面有很多釘霜要鎖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 也需要一支電動旗幟 好那我們在DIY以前 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工具 可能就是你可能要準備旗幟 然後這個是尖著以前 然後再來就是電鑽 電鑽頭 好 整組的電鑽頭 它就是想要什麼頭都有 所以我就隨便拿一個 那我們隨便拿一個十字的 這個比較適合 好 裝上去 鎖一下 好 那我們 電鑽頭下去鎖一下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我們就是先來 DIY版板 GOGO 好 那我們先把它 先把它打開 這個要鎖六個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那個 有幾個 五金已經鎖上去了 再來就是要鎖 這一支 這個的話需要四支 1 2 3 1 2 3 好 需要四支 木頭也需要四支 鎖上去 好 我們現在先 裝上去吧 好 我們第二步驟已經完成了 再來換第三步驟 這個時候 需要 需要 L 鐵 這樣子 需要 兩組 鎖旁邊這個 小小鐵 好啦 再來就是第四步驟 第四步驟 它直接跳來這裡 剛剛還在想說 奇怪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 要換新的板子 把它敲進去 看起來是這個 需要四個 我覺得煮一顆 真的是很自虐 好 這就是香檳槌 好 那我們就是先把它打進去 好 那我們剛剛第一邊敲 我們現在在敲 第二片 其實這個 需要有一點點 力道 敲下去 然後就敲下去了 再來是 門片 都要鎖 木酸 總共十二根 木頭 好啦 找到十二根木頭 然後我們就是 把十二根木頭 都把它敲進去 看圖 說故事 就是這樣 敲這兩根進去 好啦 因為 我覺得影片會太長 所以我等一下 是用縮時攝影 呈現給大家好了 不然 記憶體空間真的是不足 好 那我們就是先 縮時一下 你就是照著 說明書 一步一步的前進就對了 好 那我們先開 縮時到狗 剛剛看到一個還蠻有趣的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鐵釘的小字句 你看 它就是這樣 直接釘 保證準 不會歪掉 好厲害喔 我們完成了 真的是一個很自虐的 一個櫃子 還蠻大的 就是這個大鞋櫃 因為我的鞋子都沒有架了 所以我們想說 買了一個大鞋櫃 然後來裝我們的鞋子 就是這樣 IKEA他們的設計真的很厲害 可是真的是 你是要DIY狂熱者 才建議買IKEA 不然真的是 會搞到 氣笑 對 就是我組裝我的鞋櫃 你看 啊 組好啦 大一個 好啦 就是這樣 影片結束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